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本书 冯教授你好 多谢王浩兄邀请 多谢石板兄 石板先生好 大家好 那冯教授 你们最近出版了 在台湾出版了一本新书 叫做《左祸百年中国国殇》 那这里面你写了《导论告别中国的四季迷乱》 然后你有一个专章 反思共产主义祸华之源 所以我们今天重点来讨论 你在这本书里面写的这两篇文章 谢谢冯教授来参加我们的节目 谢谢 我整个书 我也是这个整个书的主编 我们的整个意图就是来去追缩 共产主义和马克思主义 对中国一百年来的祸害 想尽早的去启蒙 让中国人和世界上 关心中国的人觉醒 来尽快接受这样的一个祸害 冯教授 我们先谈一下你这个书所写的 关于告别中国的四季之乱的导言 然后你的那一张专章 反思共产主义祸华之源的专章 因为我主要对你的这两篇文章有兴趣 那就你的角度 先把你这两篇东西 跟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 特别是提到马克思主义 为什么是现代文明的毒瘤和陷阱 这本书我们是想做一个学术专注 报告推出来 但是是有感而发 是因为中国的专制暴政 共产暴政还在 而且还得到国际上很多人的支持 国内还有很多人还在认同 这样的一个政策体制 所以我们就要挖它的思想根源 就是它是从马克思那里来的 因为我们经常讲中国现在民主化 你在国内经常也会听到 他讲我们中国文明就是这个样子 我们中国几千年就是专制 就有很多这种是是说非的一些判断 影响到很多人现在怎么看中国 怎么认识中国 中国应该怎么走 所以我是要把这个中国目前这个制度 和中国共产党这样的统治 根据历史事实来挖它的根源 它的根源不在于中国的文化 也不在于中国这个民族的基因如何如何 而是它是建立在一座一个歹毒的 就是英语讲toxic 歹毒的意识形态基础上 而这个意识形态是从德国发明 然后通过俄国走私进来的一套形态 刚才你问那个问题就是说 为什么说马克思维是现代文明的毒溜和性情 那我们首先讲那个现代文明是什么东西 现代文明我们是讲的 现代从人类整个历史上讲 就是从古代传统社会到现代的突破 是在17 18世纪 我们叫一个现代突破 就modern breakthrough 这个 breakthrough这个突破 它首先是在欧美发生 这个奇迹是在那边发生 我们所讲的现代文明 其实就是从17世纪开始 欧美首先建立起来的 自由民主的政治制度 和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制度 简直就是它是一个 自由民主政治制度和资本主义 政治制度的一个水乳交流 形成的一个社会制度 而马赫斯的毒就毒在这个地方 就是它要摧毁 要消灭人类 待于生存 待于发展 这一套整个社会制度 也就是刚才我讲的 自由民主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 那么马赫斯它双方这种理论 它本身 为什么它是一个毒瘤和陷阱呢 说它是陷阱 就是我们知道这个资本主义制度也好 自由民主制度也好 它是根据人类在17世纪达到的一个思想非业 就是对人性 对人本身的认知 对人的这个人权 人的这个欲望 人的这个 期待的社会 刑警 有一个更高的认知 而这个认知呢 总结起来就是我们叫自由主义的一套思想体系 那么自由主义的思想体系 它的根基就是人传至上 个人自由优先 就根据这样的一个一个根本理念推出去 就是你如果是人传至上 个人自由优先 推到政治上 那么他就要经历这个民主制度来保护人权 就是这个把政府定位成对个人人权的保护和塑建 然后要变成这个社会上为了能够有效的制衡这个政府 就必须有这个司法船 立法船 行政船的分船 让它会互相制约 而且就最后如果这个政府不符合民意 要有一个机制来去改变它 也就是这个定期的自由的这个选举 然后呢 这时候要政府选进去以后 为了避免它侵犯国民选利 要有这个落不落 就是法律是最高选为 政府 政党 任何一个实体都要服从法律 所以要变成我们所讲的自由主义 民主或者信政民主这套制度 它是从这个人权至上推出来的 那么在经济学上 如果是说人权至上 那么像洛克所讲的 人生出来就有这个生命权 有财产权 有自由权 那么他自由的是要去保护人权 要自由的去追求财富 那么他就要去生产 就要去交换 就要满足他的经济利益 这样的自发制度 就引发成这个市场经济 这也是这个亚当斯密 在18世纪 在那个国富论里头 全面论证的 就通过市场这种看不见的手 可以去速冻人们 激励人们 去撞烧财富 而且通过交换 来满足整个社会的要求 而这种制度经历起来之后 我们知道中期十七十八 之际开始 这些制度经历的国家 就以传统社会区别开来 也促进他们这个科技上新 制度更新和这个道德进步 整个社会突飞猛见 就进了一个 就他们进入一个人类社会 最新建的这个国家和地区 那么创造了极大财富 但是在资本主义和自由民主 经历的时候 当然他这个社会本身 他不是个完美的社会 因为人本身不完美 所以他有这个财富不均的问题 有这个 也不可能 所有结果大家都人人平等 所以他有这个 这样的很多问题出来 然后就有了这个社会主义的 一些思想 也跟着资本主义而产生 而这个 社会主义 极大成在当时 就是马克思搞这个马克思主义 这个马克思主义 他是从 卡格尔那里 拿来这个变证法 从菲尔马卡那里 拿到变证主义 能够把这种东西 结合起来 做变证伟物主义 来去修正 亚当斯密 他们所创立的 这个 我们叫古典经济学 这个是你的本行 你是经济学出来 我不要翻版本 弄虎 弄虎 可是这里头就是因为 这个 刚才讲过 亚当斯密 他论证的 就是这个市场的经济 是双造财富 和这个 有效 高效 配置 支援的 人类能够 找到的一个 最好的一个制度 但是马克思呢 他从 这个 从那个 兵政法 从 唯物主义 过来 之后呢 他其实他不懂经济学 他本身因为他对资本主义不满 他要推翻资本主义制度 他信仰那个社会主义那个理想 所以他就是改造这个古典经济学 他的改造经济学呢 他就把原来亚当斯密和洛克 他们所算力的劳动价值论推到极端 原来讲这个商品 这个商业交换的商品 商品商品为什么有价值 为什么人家要付钱去买它 那个时候他们从洛克的财产学说里头 就是人的劳动在里头 創造了这一 附加了这个价值的上面 那时候他最初起源 想论证这个财产权 为什么是听声的 是从这里过来的 但是从真正的生产和交换过程 人民知道这个商品的价值 或者商品的价值 不全部是从劳动来的 因为他有资本 就是资本提供的技术 他的管理 他的设备都在创造价值 而且在这个价值本身 它是一个主观的概念 就是后来很快的经济学家们 就去发现了这个 他们叫做兵技效用理论 来代替了劳动价值理论 就是这个商品的价值 它本身是由它的兵技效用来决定的 也就是说 比如说这个刚才你喝水 一杯水 这一杯水如果对一个 喝得要死的人 那当然是无价值宝 他不喝得要死 你要他多喝一亿 他都去买 一不喝他就死了 可是你如果喝水喝足了 把这杯水喝足了 这个水 另外第二杯水 第三杯水 对他一心不止 你给他 他没有用了 不喝 所以这个水就没价值了 所以他这个兵技效用 是低价的 所以这个整个经济理论 后来有很多数理公式 来证明这个价格和价值之间 怎么关联 所以这个是真正的 喝血的态度 来去研究市场 研究这个经济 可是马克思他本身 根本不顾这一口 因为他是要来激发 无省阶级 起来革命 所以创造个 把这个劳动价值论 推到极端 所以创造一种 或者胡说 这个剩余价值 就是说这个 所有价值都是劳动创造的 那个是我们家富了 这个工人没那么富 就是因为那个生育价值 被这本家剥削了 所以你把这本家给消灭了 把他杀掉了 夺他的财产 是剥夺剥夺者 就把这个剥夺者 把他剥夺回来 是一个正义的行为 是很高尚的行为 而且他为了论证这条理论 他又去把人类 很多的这个乌托邦理想 就是有一个没有剥削 没有压迫 和既无自在 和这个国境所能 国境所需的 一个细无缥缈的乌托邦 如果你把这本家灭了 你就会有到那个乌托邦 所以他就这种 用乌托邦一个陷阱 来去勾引武省阶级 而且他用这个 刚才讲唯物论 现在当然人大家 中也很荒唐 他就把这个唯物论 就想人的思想 人的道德 藉由你的经济地位 由你的阶级身份来决定的 如果你是无产阶级 你就是进步的人 你就是好人 如果是你这本家 你富 那你就是反动的 你就坏人 这个是完全胡说八道 你这个社会上富人 有很多好人 穷人有很多坏坏的 因为这不是你的 这个社会身份决定 但是他根本不顾这套东西 所以他送到这套理论 他是一个一个纯粹性 基本主义他是有自我改善的机制 他自己会自我改良 可以去里头去用改良的方式 来去缓和这个经济上的问题 包括贫富不均的问题 而这套理论 当然是在整个西方 是得到大家的认同 所以这个无省阶级 在西方就转向了 社会民主主义 也就是在资本主义和 自由民主制度 这个荒家里头改良 就是现在其实很多西方的 左派政党 没有工党社会党 基本上还是造思路 就是去壮大工会的力量 或者去增加国家福利 然后去改善工人的生活 但一直同时 也是做过这样的方式 来去调节资本主义市场的 这个这个均衡 就是需求和供给的这个均衡 来让这个经济发展 更加平衡一些 然后呢 就是去让这个社会 西方社会保持它的动力 保持它的配置资源的 这个基本框架 但是马克思主义这套理论 刚才讲 它不仅仅是一个性警 而是它独留 独留在什么地方 就是如果在西方已经被否定了 被历史事实否定的这套理论 但是在东方 像列宁 斯大林 毛泽东 布特 金日成之类的这些骗子和恶棍 把这套本来使用于西方靖民主义的批判的理论 拿过来作为他们打架劫色 杀人放火 夺取战船的一套工具 一套思想武器 因为我们这里要知道 马克思上的创造这个理论 因为我是做罗素研究出来的 罗素给他一个很形象的比喻 就是他是一个政治宗教 就是这个马克思 他创造的身份 他是耶稣 这个共产党其实就相当于基督教的教会 所以这个无省阶级就相当于基督教里头的选民 所以共产主义社会 天堂就相当于基督教的新宁王国 所以他有这个宗教心怀这里头 所以他的煽动性非常强 所以当列宁 斯大林 毛泽东 把他拿过来东方 他没有无省阶级 因为他资本主义没有发达起来 那么他就拿过来去煽动流氓无省者 就当时在俄国刚好战败之后 一大堆工人 这个军人解散 他就变成这个流氓 他们无法谋生 他就把他组织起来 变成红军 变成示威队 然后去搞政变夺权 然后回来镇压真正的无产阶级 就是比如当时的俄国的社会党 或者俄国的孟斯韦克 他们是真正依赖无产阶级的 依赖工会的 他们被镇压了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西方的无产阶级政党 也跟列宁他们 吃到脸他们分道扬镳 而到了中国 到了这个 这个北朝鲜 到了 到了朝鲜 到了景博寨 那等而下之 所以他们这套东西 就拿过来 去杀人放火 去劫富济穷 我们中国共产党本身就提过来 打过来分天地 所以这套理论呢 他是去夺取政策之后 建立一个共产暴政 来去杀死多少无辜 就是来迫害多少无辜的人 去创造一个原来 刚才讲一个宗教样的一个天堂的理论 创造去真正的人经地狱 凡是实行共产主义的地方 都是人经地狱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 就是他是一个人类的毒瘤和性格 这个石板先生冯老师 用15分钟时间 把我们大学里学的 四年的政治经济学 给我们讲述了一遍 这个 你在 你没有在中国读大学 但是你在中国也学过 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 对对对 那个 那个王大哥 你在北大念的就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 没有 我北大法力系了 但是我们高考的时候 也要考马克思主义的政治 对 然后大学本科也要学 那个什么 我在中国读书的时候 基本上读的那个社会发展阶段 这是马克思讲的 就是说 原始社会变成奴隶社会 什么封建社会 资本主义社会 变成共产主义社会 然后中间有个社会主义社会 社会对 然后后来就是说什么中国的 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 这个然后 现在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是 各种各样的东西都要记下来 然后这些东西 后来我离开中国 在世界上行走啊 觉得完全没有用的 而且真的 实际上是学了一堆没有用的东西 另外一个 我觉得我在大学 在日本的大学啊 他也有这个 当时 比如我们再年龄大的一代人 他也左派也很流行的 是 那个大学的经济学部里边啊 他有一般的经济学 你就说什么 那些这个英明 还有一个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 是 有的老师他就觉得 然后后来我们就发现 就是找工作的时候啊 学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这群学生啊 不好找 那个学校 他面试 企业面试的时候 要问他嘛 你大学学的经济史学吗 他说我是学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 这基本上就是 找到大的好多企业 一般不愿意要 因为后来 他们说这个 这些人呢 对社会充满仇恨 总觉得这个社会 都是不对的 所以说我觉得 确实是不但这个 把很多社会主义国家坑害掉 把很多这个资本主义国家的一些 年轻学子也学完之后呢 就是完全学一些没有用的东西 就是我觉得马克思 首先他自己 没怎么出过社会嘛 天天在图书馆里泡着写书嘛 这完全他的社会 是你想象出来的 另外一个 我觉得最重要 他是否定人性嘛 就是他把人 其实是当做东西 就是说应该怎么做 人非常自私啊 这个 能不工作 就竟然不想工作啊 这种人的本性的 不好的地方 他是没有设计到里面去 所以他有一个巨大的缺陷嘛 然后其实后来现在所谓的 信马克思主义 特别是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人 是一些别有用心的一些坏家伙比较多的 对 冯老师 我们再来谈一下这个列宁 你书里面谈到的列宁主义的党国极权制度啊 我比较有兴趣的是说 列宁主义的极权制度 同中国秦始皇以来的这个军主专制制度 有什么特别的不同地方吗 是的 它是两种根本不同的政策形态 这里后又回到我们中国 刚才一开始我讲过中国人开口闭口 就中国几千人来的这个专制制度 就是把它一国主 其实这个中国这个大一统的 君子专制制度 它本身不是自古以来的这个样子 我们知道 我们讲三皇五帝 那是部落社会 对不对 那么你宣传国之后 它是一个竞争型的一个亡传统治 没有皇帝 就是国家帮国之间是互相竞争的 而且当时的思想形态是这个白家争民 就是这个思想专制没有经历起来 所以这个真正的大一统君子专制 是公元前221年 其实皇经历的 而这个制度 从它经历221年 公元前221年 到1911年金埃革命 就被推翻了 也就是说它这真正讲 它是在中国生存了2132年 但是在推翻了这个君子专制之后 在中国还有 从1912到1949年的这个中华民国 怎么自古以来都专制 这个历史判断本身受过这些地方 当然这个中华民国又分两个阶段 就从1912到1927年 这段时间是中国的信政民主 就是中华民国的信政民主阶段 也是他有宪法 有这个总统选举 有国会 有多党政治 有政党轮替 有这个资本主义市场经济 有独立的这个媒体 有自由的媒体 有这个独立自由的教育 应有尽有 但是很可惜的是 就是这个信政制度 信政民主制度被 就被这个中国 中华民国的国父孙中山 还有共产党 因为国民党被破坏 最后消灭 就是他 到1928年 国民党一统江湖 建立这个 国民党的党国 但是国民党的党国 它是一个威尊的党国 因为国民党的党国 底下 刚才讲了 它有资本主义 市场经济 它是依赖它生存的 那么它在社会上 它本身 它也继承中国传统社会 它没有推翻传统社会 因为中国的这个王权 本来就有很多这个宗族 其他会社 很多这个民间的这个同乡会 很多组织存在 它无法消灭 而且当时的政治上 还有这个各个地方的军阀 还有共产党 政权也存在 所以它在政治经济文化 各方面都是多元 或者半多元的 真正的我们讲这个 共产专制 它是人类专制制度的顶峰 它是政治经济文化 全面的一元化 就是这个 它对整个这个党国 共产集团党国 对社会的控制 是 无孔不入 滴水不漏的 就每个个人 无何逃离与天地之间 因为它有一整套的 国有制 经济 把你的生计全部控制起来 然后它有这个单位制度 有户口制度 有一整套偷物制度 有这个党管干部 还有对媒体的传媒控制 对思想的传媒控制 就是它这个 这个集团制度 它还有制造 对这个领袖的 个人崇拜 一整套东西 而这套机制 是把人类的专制 推到了典峰 所以你要 哪怕刚才讲 中国国代的王船 就皇帝的 君主专制制度 我们知道这个 皇船部下乡 就是它的最低的 最低的成绩 是县 皇船部下乡 到县 西品司马关 信令 信令之下 那就是乡绳的天下 有乡绳在管理 我当时他有这个 低主经济 因为这个室友经济 他还可以 过关而去 和自己 和自己 去过他的日子 和不靠 皇船 天高皇帝 所以他是一个 比这个 国民党的 党国威船 威船统治 还要 还要弱的控制 所以他跟 那个 那个 共产党的集团 是不和同志而语的 所以现在这个 党国的集团 黄船专制 要比中国以前的 黄船专制 要恶劣 残酷 残忍 云密 新北辈 也就这个意义上讲 他是人类专制 制度的 顶峰 所以他对 中国社会的破坏 包括对 人道德的破坏 也更大 其实 1949年 中共得权 从我们学历史上讲 他是把 中国几千年以来的 文明载体 也是地主 富农 就乡村 阶层 灭掉了 同时也把中国 在亚聘战争以后 通关之后 培养起来的 城市精英 和城市的 这个 这个 信贷经济 作为资本主义 和政治阶级 也灭了 灭完之后呢 就是靠 这个 流氓文化者 就是他们 毛泽东 这些 中小学生 这些边缘人 跟流氓文化者 掌握政权 来去荼毒 整个社会 而不断搞斗争 所以这就是 毛在之后 这个 把中国 整整整整了三十年 让中国社会 就是 马克思 也说 撞上财富 要 要 跟 跟 跟 发达国家 其实他是 把中国 原来的财富消灭 把所有人 剥夺到 那个视频的状态 温浩熊 我不知道你 当时的家境如何 我在海南岛 那是真正的 穷的 没裤子穿 那个是 那种 那种穷困方式 那种 那种思想的贫困 那种封闭 真的不堪回首 所以这个 是 列宁主义的党国 从苏联那里 投运过来 对中华民族 对中华 传统文化 还有对中国人心灵 生命的这种 这种伤害 这是 人家掏圈 大致 对 但是我 比较有兴趣的是说 这个 中国 在 你书里面提到 中国实际上 在 亚片战争以后 特别是洋务运动 开始 一直是有一种 向西方学习的 社会思潮 可是为什么会 误入歧途 变成以俄为师 变成了 实际上 不是向西方学习 而是像一个 俄罗斯的 专制帝国 所产生的 列宁主义学习 这个讲起来 我们很心疼 就这个概念 就是中国 因为我们刚才讲过 人类的信贷突破 首先在西方 在欧美 就十七世纪 他们实现了 尽力的 资本主义制度 也尽力了 这个 信政民主 或者自由主义民主制度 让整个 人类社会 突飞猛见 尽力一个 现代文明 比如中国 当时还属于 封闭状态 当他接触到西方 逐渐的认识到西方 在先进制度 跟日本一样 自反中也明白 就开始向西方学习 就是中国 是属于学习型的 一个现代化国家 所以刚才你讲 从 这个 开始搞 养国运动 后来搞 武器变法 后来搞 侵害革命 就从制度生变 文化生变 后来还有 新华运动 全面的 想学西方 跟上这个历史步骤 其实也许的 很大进步 包括刚才讲过 在1912年之后 创建了 信政民主制度 而当时 传制界 你数过来 建立信政民主制度的国家 也不过十来个 中国当时其实并不是落后很多的 问题很可惜的 我们讲这个历史 没有规律 只有概率 原因就在于 这个人 有这个人 他总是在多种选项中 做出选择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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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并量是不确定的 所以这个关键少数 就是我们讲 Critical Minority 他所做的选择 他可以左右一个国家 一个民族 几十年的命运 而当时 放弃 向西方学习 转向一而为师 这就是中国 现代社会发展的巨大悲剧 而这个悲剧 刚才已经提过 首先发生在中华民国的国父身上 史农山 他原来已经 按照当时的企业 当时大家定下来的规矩 他是 1912年就把船交给袁世凯 对不对 就是他本身 因为现在革命 它是一个和平革命 是由袁世凯的实力派 还有当时的立宪派 还有满清政权的郭国母 还有革命派 他们共同谈判的结果 这个苏中山的时候 判判要把这个总统 交给袁世凯 那后来已经进入了 总统选举 国会 已经进了一套制度 可是苏中山和革命派这批人 后来讲了 我是革命 这我们干的什么 他们讲全 所以他们就开始 第二次革命 还开始胡来 但是当时中国 一直到1927年之前 你如果说 你有人要推翻民国 你要復币 那要护国运动 护的就是民主共和国 你如果要费持宪法 那么要护法运动 就是他这里头 就是民主制度不完善 就是你要去完善他 他要有一定的时间 和苏中山他们等不及 而认为他要重新去 回到选立中心 要长选 这之后 西方也不支持他 社会也不支持他 然后只有这个 当时尽力共产暴政的 莫说一刻 苏联共产党 看到机会 来去支持他 所以这之后 他在跟其他的政治力量 做斗争过程中 他发现只有他们支持我 所以他就一下子靠过去 而且是苏联 这些我讲是辩子和流氓 他经历了这个制度之后 他和恐怖的政权 还一定程度上实现 走向那个工业化的路 对苏联也很有显力 然后他一下子就抛弃了 他原来向西方学习的路 因为他原来 善民主义也好 什么什么 他的整个设计 他是靠以美国为模范 现在转过来 以俄国为模范 建立党的军队 然后去改除国民党 然后去用 要以党治国 来去开始动手 推翻他原来 建立起来的民主制度 这之后 苏联也支持共产党 他是双管齐下 一方面支持孙山 一方面支持共产党 一开始他把两个党 捏这一块 就是共产党加着国民党 然后先把这个 所谓北洋政府 就是当时的合法的 中华民国政府 推翻了 建立国民党的 当时的 威传主义党国 那后来共产党 完全学习联那一套 所以做一个 当这个东西 我讲历史的偶人性 这个屁股 这个打屁股要打到日本 如果日本不打进来 共产党没有机会 因为他原来在 整个岗山 因为他是要去 打火牢分天地 把杀人放火 把那个地主 一中龙 这是一般的自公龙 都剥夺光了 因为他几十万人 哪里要施啊 他只能去搞 搞这种恐怖行动 来去剥夺 所以有人都反对他 所以这个围剿之下 他就说底了失败 失败以后 他只能逃亡 流亡 上中都被走 跑 这之后 这个日本 打进来 首先从东北 后来到华北 后来是到 半年三七年以后 全面战争 然后这之后 是把国民党打残了 因为当时 共产党跑到 赢得安之后 已经隐隐一期 剩下两万人 在那个不毛之地 他根本无法生存 后来这之后 日本 把国民党打残了 共产党去收服 所谓低后 就农村广阔的地区 有关于日本 没那么大的军队 就是占领这个点核线 城市和铁路线 所以共产党 接受个机会 来去做大 而且当时的美国 罗书福他们这批人 他是左翼左派 他是一个 中国共产党 不是共产主义的 他们是民粹主义的 他们是民族主义的 他们至少跟国民党 平起平坐 他不一定比国民党坏 也不是支持国民党 所以这种方法底下 国民党失去了中国 所以这之后是 中国这个 这个 谬误 就是这种悲剧 就在这之后 本来是走在 光明大道上 就是人类的正轨 就是从那个 传统社会 你不管叫 办封建 办什么社会都好 他是走向 跟西方文明一样的 你知道全世界 只要认真 认真的 老老实实的 搞政治主义 搞自由民主 搞民主制度 都会发达起来 也是台湾 香港 日本 都这样走过来 可是中国 在这种情况底下 一而为 走上了邪路 就造成中国 现在这种悲伤的结局 是吗 严先生 实际上日本也走上了 一段邪路 就是说 从 明治维新 的时候 日本并没有 比中国的 洋务运动 早很多 几乎是 同一段时间开始的 也都是向西方学习 然后日本 建立了某种意义上的 君主力限制 对 可是 日本虽然没有 以俄为师 走上 共产党集权制度 可是某种意义上 日本走上了 法西斯主义 军国主义 一段时间 所以才 造成了 二次大战 日本战败的 这样一种状况 那 这一段时间的历史 为什么向西方学习 日本和中国 向西方学习了以后 中国会走上了 列宁主义的道路 日本走下了 军国主义 法西斯主义的道路 这 似乎某种意义上 都走向了一种 物无其途的状况 我是这么想的 我觉得向西方学习 不如说向美国学习 现在全世界走上 这个文明是 主要是从美国的 这种民主制度 后来普及 比较广泛的 日本可能当时 是比较多 向英国学习 向那些 就是海外扩张 殖民地 英国 法国 全世界铺展 这个殖民地 日本觉得 我们现在也工业化了 那我们也要 开拓一些 这个殖民地 这是向 这些殖民主义国家 学习的 我刚才讲中国 就是 刚才老师讲的 我觉得确实 二战是一个 对中国的一个 非常 实际不好 给中国带个很坏的影响 而且呢 俄罗斯有西方革命 这个十月革命 这个时候 我觉得很多 中国社会精英 对这种 俄罗斯的 十月革命 共产主义思想 有一个很大的幻想 所以共产主义思潮 一下子在中国 就普及开了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 然后后来呢 就赶上 包括日本 请约中国的 一连串 是中国 就是一下子 勿入企图走得很远 那么日本 其实我觉得 他是想学习西方的这种 殖民主义 在全世界弄殖民地 但是因为他来得太晚了 所以说包括德国 也是他就开始跟人抢 其实我觉得他们发动战争 就是说 觉得你们先占个殖民地 也分给我们一些 但是这些的二战的时候 基本上 就是英国 他们慢慢就 殖民地就不要了 二战结束之后 全开始甩包袱 然后渐渐的 真正的西方 我觉得这个 完全进入文明的社会 我觉得还是等 要到二战之后 以美国为中心的 这个国际秩序形成之后 才渐渐形成的 那么现在大家慢慢全归 归到这个进入文明社会了 只有中国呢 还是在 怎么说呢 还是往回走啊 还是在以当年的俄国思维 为师 应该是 我觉得应该是 可以这么解释的 是 冯老师你书里面 也确实有提到了 关于巴黎和会 对中国的知识分子 所造成的负面的影响 某种意义上也 帮助了列宁主义 在中国的传播 当然在这之后 西方国家 希望通过国际联盟 通过这个华盛顿会议 来做一些 对巴黎和会的 不公平的 对中国待遇 做一些修正 但是似乎有点 为时过晚 没有起到真正的作用 所以整个中国的知识界 就接受了这种激进主义的 革命主义的思潮 是的 这个是一个 刚才是一个悲剧 就是这个历史 很多偶然的元素 这些作用 就是很容易把这个 一个国家 就倒上西途 就是这个 其实西方国家 刚才石板兄讲 但是中国中 我们讲 我们讲 1948年 他有这个 世界人传双赢出来 就是平等 对待所有民族 因为原来的西方 他有双崇性 一方面 他是最先进的 自民主义制度 最有民主义制度 同时 他也是 自民主义的 国家 因为他 利用他的国力 来去 选求市场获章 有这个争夺资源 争夺市场 然后研发战争 然后这样底下 就帮助刚才讲 这些 这些 落伙国家的 这个 骗子和恶棍 宣布他们的 这个马克思主义 回到城 这个历史 本身就有这个 复杂的一面 对 是 当然这里面还有 很多历史的 这个悲剧 特别是像 威尔逊主义 提出的 民族自决权 在巴黎合会上 没有体现 所以像朝鲜 中国 印度 埃及 这些个 东方国家 都觉得被 这个 威尔逊 抛弃了 然后大家 当地的 民族主义 或者当地的 这个 知识分子 很多都走向了 激进主义 确实是一个 某种意义上 是一个悲剧 我们再来看一下 中国 从 列宁学来的 这个 列宁主义的 党国极权制度 今天在全世界 少数 四五个共产党国家 还在继续生存 中国是 当然全世界 最大的共产党国家 这个 照中国共产党的 说法是 马克思列宁主义 中国化的结果 马克思列宁主义 的中国特色 你对这个 说法怎么看 马克思列宁 中国化 这个 这个口号 是毛泽东 在 银安子习 正式提出来的 刚才我讲过 因为他 这个 俄国 把这个 马克思主义 俄国化 中国把 马克思主义 中国化 因为这是一个 很自然的 因为你在另外一国家 去学另外一国家理论 他就肯定是要 要本土化 但是在实际过程中 我们把他这个 口号 也还不说 马克思主义 中国化 在马克思 在 在 毛泽东 那里 他其实是 是要 决结一个阶级路线的问题 因为在西方 马克思 提出来以后 他就要代表 无产阶级 闹革命 那俄国 没有无产阶级 怎么办 那么就 他靠这个 城市里头的 流氓产生者 就是被解散的军人 和这个 职业工人 那中国 连这个城市里头的 这个流氓产生者 都不够用 没有 而且这个 当时你要是在 武汉 在上海 在北京 要找到一份工作 那是切天切地 那是这个 像天上的献变一样 那工人 哪有 哪有心思 去跟 工党 哪有革命 而且他当时 他们要去支持革命 在城市里 根本没有机会 所以马尔东 他是要解决 阶级路线 他去城市里面的 流氓产生者 没有 那么就在乡下里 找 乡下里 我们老讲 他是爱好农民 老我拔交的 这些农民 也不会跟你闹革命 他们种田 他真正找的是 乡下的流氓产生者 也像马尔东 所讲的 贫固农 就算在二流区 没有地的 就是打架结社可以 去上山 做土匪可以 你知道他上井上山以后 是到各个地方 包括海南 冯北基 他们搞的 巡派重队 都是原来的山匪 把他改造过来 就变成红军 所以他是 这么一个 自己的路线问题 所以到 他的这个 整个中国化 就这个 这么一个化法 当然 马尔东在掌船之后 他还继续搞 找中国化 那就掌船之后 他去接住 中国传统伐家的 那种思想 特别是 密不告人 那个伤军书 如何去移民 如何去移民 然后是怎么去 骗老百姓 怎么去 对国民这种精神浓郁 他是好法教 就是他自己讲 这马尔东西 叫秦始皇 当然他也 他也学道家 比如说他 他要相信 那个 那个 撒婴 补羊 去糟蹋那么多 这个 这个 无辜少女 他 这个东西 他是为了他这个帝王术 他的东西 会接用中国古代的一些思想资源 那么到了习近平今天他要搞他的个人崇拜 他又是假装孔子 而且这是一个闹剧 因为我们知道文革中 刚才我讲19年革命 就是颠覆整个中国的思想传统 文革中是不是反事就把孔庙 这个孔向传布烧掉 他是滔天大罪 现在他还有一 他有面 有来自讲 我是同学 同学的继承人 这是一个绝对的试骗 而且是一个闹剧 没有任何意义的 真正的事情 他是哪种资源 资奖资源对他有用 对他的恐怖宣传 恐怖他的暴政 有作用 他就拿来用 包括他喇嘛和独义 对我们不够忙 是一本身的思想理论 这个意志性或者文革 对我们不在乎 冯老师 你书里面一个结论性的东西 就是应当像清算法西斯主义那样 清算共产主义 你为什么提出这个 你觉得现在 特别是在中国 需要进入一个 清算共产主义的一个阶段 或者是一个大的社会运动 不仅在中国 其实我在澳大利亚 其实这些东西是 我在美国 在欧洲 都走很多 不仅是在中国的问题 就是你看在西方世界 在二战结束之后 他结束了殖民主义 公布了这个世界检存宣言 他是把这个法西斯主义 作为一个反动透点的东西 被否定了 而且现在你要去公开 宣传法西斯 他是黑 speech 是收婚语言 是不准 是非法的 法西斯的政党 也是非法的 不准成立 可是他现在并没有 把共产主义 当成跟法西斯主义 一样的东西 我们知道我们 后来用的 集参主义 Totalitarian的人 是把两者 就是马赫斯主义 跟法西斯主义 他是共享了 集体主义 社会主义 国家主义 民族主义 所有这些资源 来去压迫人传 否定个人自由 所以他是 一整套东西 是一样的 而且如果说 对人类犯罪 对人类造的危害 哪怕你杀死的人 你共产主义 也比法西斯杀得多 今天时间差不多了 非常感谢冯教授的 来上我们的节目 谢谢你的时间 谢谢冯教授 谢谢石板先生 谢谢大家